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们分享增广贤文 我们今天要分享十句话 第一句话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阳而青不带 这两句话是耳术能详的 有时候我们好像树一样 我们喜欢安静的生活 但是风总是不止 外面的环境非常恶劣 然后罢工我们期待它早日结束 但是罢工会不断的延续 有时候我们常常感觉 环境不如我们的意 这是一个遗憾 但是我们不要避免 更大的遗憾发生 这个遗憾外面的环境 给我们造成的遗憾还是小事 我们不要有更大的遗憾发生 那个更大的遗憾就是 当我们想要孝敬父母的时候 父母撒手圆环走了 所以生活中总是有遗憾的 但是我们勿要避免留下 更大的遗憾 时来风送藤王阁 送去圆去雷轰 见府碑 时来的时候 按世人说运气来的时候 时机来的时候 风送藤王阁 运去雷轰 见府碑 所以机会走的 走掉的时候呢 有时候想抓也抓不回来 所以机会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抓住那个时机 其实机会每天都是有的 比如说 你选了某一样东西 应该马上要复习 因为马上就复习 这个是复习最好的时机 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时机的 比如说 早上起床的时候 刚刚起床 你对做过的梦 还是有记忆的 过了一会儿 可能几分钟之后 或者一两个小时之后 梦你就忘记了 其实梦境可以分析出很多事情 所以起床 那一刹那间 你就把梦境记下来 那是记梦境的最好的时机 所以每天都是有很多时机的 希望大家明白 每天都是有时机 要抓住时机 入门修问容枯视 且看容颜便得知 我们去人家里面 这个人家是发达 还是现在衰落了 其实我们不问也知道 问了有时候人家还尴尬 回答你不是 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那你就看他的容颜 就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揣摩人的脸色 就不一定每一件事情 都直接去问他 这点我们要敏感 观青私利兽 神灵妙助肥 如果围观很清廉 手底下当差的人 他们也捞不到油水 因为你不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因为你围观清廉 所以围观清廉 不只是你自己捞不到油水 下面跟着你的人 也捞不到油水 所以那些 那些贪污的人呢 他不喜欢清廉的观 他要跟着那些 贪腐的观 因为这样他才能够 捞到 捞到油水 这就是为什么 每个人都说你好的时候 你有祸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围观清廉 有些贪腐的人 总是说你不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句话 神灵妙助肥 如果这个庙宇啊 神灵非常的灵验 那管这个庙宇的人 妙助 他也会养肥他自己 西雀雷霆之怒 霸雀虎豹之威 我们要把雷霆之怒 给停息 把虎豹之威 给收起来 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 对着我们的孩子 都是有雷霆之威 有湖豹之威 雷霆之怒 孩子非常的害怕恐惧 其实父母最需要 对儿女说的 最常要说的一句话 就是孩子不要怕 因为孩子常常会恐惧 他可能学习成绩不好 他怕老师的骂 他在学校也怕被别人欺负 他可能有很多的恐惧 父母最常要对孩子说的话 就是孩子不要怕 孩子不要怕 这是父母最应该 对儿女说的话 饶人算之本 输人算之机 如果我们饶恕别人的话 那是我们胜算的成本 如果我们输人 就是让给别人 把机会让给别人 供让别人 其实是我们自己 胜算的机会 就是上天会赐福给我们 好言难得 恶语一失 我们得到别人好的评价 不容易 但是我们用恶语 说别人 那是很容易的 所以得到别人的好评价不容易 但是说别人 坏话很容易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这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的意思是 我们不要轻易许诺 一旦许诺 一定要做到 因为四匹马都拉不回来 但另外一句话的意思是 说话要小心 一句话出来 后果就已经产生了 每一句话都有后果的 所以呢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不过这句话到了 现在人的口中呢 就变成 我们要遵守承诺 变成这个意思 下面一句话 道无好者是无贼 道无恶者是无师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觉悟呢 说我好话 是贼 他偷窃我 说我坏话 反而是我的老师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胸怀 路逢辖客 须成见 不是才人 莫现失 不要硬着头皮 什么事情都做 有些事情你就是做不来 有些事情你做的就是没别人好 因为每一个人呢 这个才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是被摇掉一口的苹果 都是有缺陷 上帝把才能呢 分散出去了 不是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才能 你可以多才多艺 你也可以成为斜杠亲眼 但你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 人不是万能的 只有上帝是万能的 所以呢 愿这句话是我们心平气和 是我们知道如何处事为人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